好 好的 四位队长 请在倒数之后 做出你这一轮的决定 三 二 一 两票 我长一点 两票 但是他是冠军的第一击的 韩语我是特别想看到第一剧 他的那种力量还有多变性 各个五种融合 这是我想看到一个韩语 有没有人不服 两票 谁敢去 他没法抠 他没法抠 没人吗 巴里斯 巴里斯 不管你 巴里斯 巴里斯 不 老巴 巴里斯一眼是一个非常全能的选手 技术是刚刚的 巴里斯 这歌好适合他 这首歌可能莫里斯还挺新的 对 对 我其实喜欢比安语 所以我想上 然后我知道他也非常非常厉害的舞者 所以我想比较跟厉害的舞者 好 好 加油 加油 来吧 好 音乐 好 好 好 嗯 哦 哦 哦 itting boxer 甜 對 多桑 好 好 天哪 老包太好了 是吧 我刚刚那边 好 我觉得有点弦了 有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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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四位队长 请做出你这一轮的决定 好难啊 这样 我选不了 我选不了 有点选 很难选 我觉得差不多 韩语可能有点危险似的 因为把这动作连接非常炸 然后跳完了以后 你看全场就在起哄 这轮手发不太厉害 我觉得还是韩语的好 难判了呀 这个 两边都是很好的舞者 没办法 当然会纠结 他表现的好 但是他不符合音乐 他跳的没有编的那么精彩 但是他最符合音乐 对 这一档早餐 站在这里 好啊 很安静 会不会爆了啊 嗯 我感觉应该还是宇哥能够赢 因为他主要是他技巧的 很完美 但是跟音乐的那样 对 老爸发挥的可以 我觉得 让他点比赛 他们要看比赛 你信吗 我们有一个结论了 我们做不了决定 所以想再看一轮 比赛是吗 对 一轮两轮 两轮吧 每个人的歌各自一首 每个人的歌各自一首 好的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想跟大家说一下 两位选手可以选择说出 你擅长的音乐类型 那么在这一轮比赛过后呢 四位队长将直接来进行我们的判罚 好吗 那么韩宇 你可以说一下你擅长的音乐类型是 随便 HIPPOP 好的 DJ 陈牙 准备 韩宇 每轮45秒时间 Yeah! Let's go! 加油! Yeah! Let's go! C-C-Suit! Yeah! Hey!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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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那里 来 好 喔齁 了 喔ja 耶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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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3 1 2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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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好的 四位队长 根据之前的表现 加上这两轮比赛 请在倒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决定 三 二 等一下 是可以弃票吗 不能弃票 对 要直接做出一边的选择 每一位都是 OK 好 三 二 太难了 一 一 好的 三比一 恭喜韩宇 他跳所有的歌就是这样跳的 他就是自己上台的音乐跳得很好 但是不上台的音乐就没有他的很好 韩宇他却有不一样的东西在 这是全能舞者的好处 这次我看了韩宇的作品 让我很吓到 因为他卡了很多一些就是钢琴的一些 比如说左手右手都有不同的那些声音 他每一个那个小细节都卡上了 所以这个就觉得就很厉害 这巴里斯跳得也很好 但是 跳得好 但是不符合音乐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就是 虽然什么点都卡上了 然后跳得也很好 有很多技术在 但是就是因为 跟音乐有一点点不融合 就会觉得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 但是跳得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应该是各机一分这样 我觉得是都两边都很好 然后再加上刚刚作品 又是两边都很好 所以我问有没有可能还来一轮 但是你们说没有嘛 然后在一个我们巴里斯那个时候 在核心武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机会发挥嘛 就想说给他一些鼓励 对 抱歉 因为韩宇是第一季 就开始认识他很熟悉了 就所以就是还是想看到以前那个韩宇 到后面比赛的时候又看到韩宇又回来了 我们恭喜韩宇进击 恭喜 波瑞斯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波瑞斯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我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所以这个我不是死了 我做了 我不是死了 全场外观说中文最好 我还是说了节目加油 我希望你们都能在这个舞台 看你们的力量 你们给加油非常厉害 所以加油 加油真的 真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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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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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